再把鏡頭轉到東臺灣 台東縣在八八風災過後 已經連續兩年不見的淡水回游性魚苗 日本禿頭沙跟毛蟹 現在終於出現了 帶您一起來看看 凌晨台東縣泰馬里香的溪流出海口 出現大批帶著手電筒的民眾 因為出海口出現大量的日本禿頭沙魚苗 大家都趕來撈魚苗 日本禿頭沙是蝦虎科的淡水回游魚類 目前還未列入寶玉 每年成魚會從上游跑到出海口殘卵 四五月份大批的魚苗就會孵化 索西回山區 剛孵化的日本禿頭沙魚苗 身體是透明的 營養價值相當高 價錢也不錯 每年都會引來大批民眾捕捞魚苗 不過從前年八八水災過後 凯頭縣已經有兩年 沒有發現日本禿頭沙魚苗 今年它們又回來了 八八風災前兩年都沒有 今年開始環境復蘇開始有 但民眾這次撈上來的還有毛蟹苗 也是兩年沒有出現在台東縣的溪裡 不過民眾沒有抓起毛蟹苗 反而把牠們放回溪裡 讓牠們回棲地宣長 明年才有毛蟹可以抓 日本禿頭沙和毛蟹苗 都是溪流生態的指標性生物 但八八水災後 牠們一度消失無蹤 讓大家很擔心 不過現在牠們又大量出現 代表溪流生態逐漸恢復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 開始在